大家好 喜欢吃剁椒的不要再出去买了 今天我们在家教大家家常版的剁椒酱的熬制方法和技巧 学位的这款剁椒酱的熬制方法 既可蒸海鲜又可蒸和咸 关键自己在家做 安全卫生零先家 而且吃起来比酒店店还要好吃百倍 做法也非常简单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挑三点提供关注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干净大碗 上面准备一个漏网 然后把我们准备好的剁椒酱给它放进来 熬多少就准备多少 因为这个汁水要太咸 所以说这个汁水我们不用 倒出之后 我们再给它加入适量的清水 给它冲洗一下 冲洗好之后 我们给它放在一边 滤干水分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适量的青红黄椒 清洗干净 然后切成小精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适量的大葱 我们给它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红椒 我们清洗干净之后 先给它切成小条 然后再给它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少许的野山椒 我们剁碎 剁碎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适量的大蒜籽 我们给它剁成蒜蓉 蒜蓉剁好之后 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适量的大姜 先切成片 再切成丝 最后给它切成末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菜籽油 油要烧的多一点 如果有条件的话 再给它加入适量的多油 把油烧热之后 我们先给它下入姜末 蒜蓉 野山椒 还有葱蒜 我们先把葱姜蒜给它炒香 小料炒香之后 再把我们冲过水的 放椒 放进来 然后一起给它煸炒 把剁椒的香味给它炒出来 一定要把里面的水片给它熬出来 把里面的水片炒出来 能延长它保存时间 而且吃到嘴里面更香 五分钟之后 把我们切好的青红香椒 把青椒饼都给它放进来 继续给它熬制 把辣椒的香味给它熬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它改成中小火 慢慢熬制 直至把酱香味给它熬出来 把水分给它蒸发掉 就可以了 五分钟之后 我们给它加入少许的啤酒 接下来我们给它调味 加入20克的蚝油 20克的鸡精 20克的味精 5克的白糖 然后 搅拌均匀 有条件的话 加入10克的海鲜酱 没有的话也可以不放 再加入20克的蒸鱼的油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翻炒均匀 所以这味道调好之后 我们再给它熬制 3到5分钟 如果盐味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再加入3到5克的食用盐 大家看一下 色香味俱全 我们活着的这款酱 就是用来蒸石头 它都非常的好吃 好 3到5分钟之后 我们这是淋落 适量的小麦油 然后在这帮火 冲出装盆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这一款 剁椒酱就合着完成了 用来蒸鱼头 用来拌米饭 用来加馒头 都是非常不错的 即使用来蒸海鲜 也是非常有味道的 先下来的时候 我们一个一次影 可以多熬出来一点 然后晾凉之后 放入保鲜柜 给它冷藏起来 什么肉肉 什么肉拿出来 随吃随起 非常的省时省力 而且做法也非常简单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进来吧 近代的朋友 如果你感谢本期视频 对你优秀帮助 请多么您发责的小手 帮忙点赞 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